我觉得锻炼这个事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效果立竿见影 第二天我就能感觉到 自己不一样了 我感觉我要死了 再帅的教练都无法激励我了 我一想去见他 还要借糖 借油 借碳水 我就觉得算了 我还是借色吧 我一直觉得有一个谣言 你知道吗 叫做健身上瘾 我就不明白 健身要这么上瘾 开健身王为什么会赔钱呢 我不应该在家数钱吗 会员在外面挠门说 哎呀 求你了 让我再练一会儿吧 健身无疑是当下 不少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之一 有的人是为了健康 有的人是为了身材 有的人是为了改变生活 总之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人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聚集在了健身房 可以说呀 健身房是见证了一波又一波 喜怒哀乐的诞生 大家好 我是方博 人都是过了自己的人生巅峰之后 才能意识到 过去了 就过去了嘛 就刚刚那个小土坡 就是我人生巅峰了嘛 都是这样的 没有办法 人都是随着自己的年岁增长 就会渐渐地开始走下坡路 最明显的就是自制力 工作过的人都知道 没有人能专心工作 就电脑屏幕有这么大 但是那个小屏幕上 在发生一些什么 有意思的事情 我也是 我原来工作的时候 还用过那种管理时间 提升效率的方法 什么番茄工作法 就每半个小时 工作25分钟 然后休息5分钟 还定个闹钟 一点用都没有 那个闹钟 渐渐最后就变成 我每工作5分钟 就要休息25分钟 但我一看 我周围同事也都是这个德性 是吧 我也就心安理得 我就原谅自己了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 现代人的一种 新型的工作方法 小番茄工作法 但是还是焦虑嘛 就是没办法 你摸鱼越摸越焦虑 我对抗焦虑的方法 就是我最近开始锻炼 开始跑步 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也是工作了几年之后 突然就开始跑步 如果有这个症状 一定要小心 这就说明你的人生 开始走下坡路了 因为下坡路这个东西 就是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 走着走着就跑起来了 而且我跑步 是那个典型的中年人跑法 就啥也没干 就是先花钱请个教练 买装备 什么筋膜腔 带三粉 就是到了我这个岁数 大家都知道了 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努力 只相信资本的力量 心诚则灵 我跟我那个教练 第一次见面 我就知道我俩不是一种人 他就是二十多岁 短裤背心 清清爽爽的 我从下到上裹满了 护怀 护膝 护腰 护肘 护腕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感觉自己像是刚碎成几节 粘起来的 我那个教练还挺幽默 说 哥 咱们这个课一共才八小节 你自己就有五六节 而且我们第一次去 他要评估我的身体状况 我教练 专业运动员 跑马拉松的最好成绩是 两小时三十四分钟 只比世界纪录慢半个小时 我跑马拉松的最好成绩是 2.5公里 但我这个人的优点是我毅力很强 第一天我就跟着他完成了 所有的训练项目 就是他练啥 我练啥 只不过是就是 比如平板支撑 他是撑三分钟 然后休息三十秒 我呢 是撑三十秒 然后休息三分钟 很熟悉的一个模式 圣女果锻炼法 当然我觉得锻炼这个事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效果立竿见影 第二天我就能感觉到 自己不一样了 我感觉我要死了 对 我刚睡醒 我的脑子说 来来来 我们准备迎接新的一天吧 我的身体说 等一下 我不同意 是吧 我有很多部位 真的 已经六七年都没有锻炼过了 它都不是酸疼 它是震惊 是错愕 你知道吗 所以我刚要抬腿 我的腿说 干什么 不要动 不要碰我 你昨天干什么 心里没有数啊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脖子特别疼 我的脖子比我脚脖子都疼 真的 我还在想 这就是我昨天 唯一没有带护具的部位啊 问我教练为什么 他说 这个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长期缺乏锻炼 什么腰上 腿上 已经一点劲都没有了 但是你这个人吧 又特别的坚强 所以你跑到后边都是 首先就拉伤了脖子 很悲哀 我这个岁数跑步 操作跟不上意识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 突然要去锻炼吗 我就是想 为今年的脱口球大会 就是储备一点体能 你们也看到了 像萌恩这样的新人 又多又强 我对自己已经 没有什么奇怪的要求了 我能熬死我那几个老朋友 就不错了 你们也看到了 我差不多 我快成功了 真的 新人都太猛了 太猛了 我们有个演员叫豆豆 你知道吗 不要表现得 这么兴奋的样子 现在豆豆 每次出场都特别 有一气势 我给你们学一下 一脚踢出来 全都是这样 哎呀 像陈真一样 我感觉我现在 已经做不了这个动作了 我每次在后台 看他出场 我就感觉他光一脚 就把脱口球的大门 踢开了 而我恰好就站在门后面 当然我也不难过 我看了一眼 另外一扇大门 后边站着王建国 建国看了我一眼 说现在的年轻人 也太不懂礼貌了 上次杨丽来的时候 还知道先敲敲门呢 很讽刺 很讽刺 我当初最开始 为什么会来讲脱口秀呢 一方面我是为了 中国喜剧的长足发展 另一方面 说实话 说实话 我就是因为原来的工作 有点干不下去了 也是因为新人 年轻人又多又强 我说不知道为啥 当年我亲手 面试进公司的实习生 一转眼已经跟我评级了 我就趁他变成我领导之前 赶紧离职 当时还有前辈 当时还有前辈跟我说 说你现在也快三十了 你应该考虑考虑 这个转型做管理这件事 我说我早就考虑好了呀 但是我管谁呢 我前辈说 这我就管不了了 我只知道你再不想办法 就是你实习生管你了 所以我个人的职场秘诀 就是只要你转行的速度足够快 年轻人就永远追不上你的脚步 打不过没有关系 你跑还不行吗 是吧 我已经开始练跑步了 初走断生 我归来仍是基层 所以我已经想想下一步 如果哪一天我这个脱口秀 也讲不下去了 没有关系是吧 反正我已经开始练习跑步了嘛 我就转型当一个跑步运动员 是吧 我向大家保证是吧 明年的脱口秀大会 跟东京奥运会是吧 我至少参加一个 如果逗不笑你们了 我就去为国争光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鸟鸟 去年我讲了容貌焦虑的段子 是吧 今年我就开始身材焦虑了 因为之前我看到一张表格 上面有我们很多人的身体数据 就有个同事指着其中的一篮问 这是谁的臀围啊 这么大 服装老师说 这是鸟鸟的腰围 我就琢磨着该减肥了 我妈也很关心 不知道她从哪听来一句健身圈的口号 说自律给你自由 我当时听了我就有点生气 我想上高中的时候 你说上了大学你就自由了 上大学你说工作了 自己赚钱就自由了 工作了你告诉我 下了班就自由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 你告诉我自律给你自由 就能不能不要再给我画饼了 我咽不进去了 我在借碳水啊 我说我一个搞脱口秀的 我不靠脸吃饭 是吧 我平时的工作就是搞创作 我妈说创作怎么了 很多作家也都在健身呀 你看人家海明威 是吧 刺威格 我说妈妈 你是真的会举例子 死的比这俩惨的作家都不多呀 我觉得自律和自留 这两个词本身就很矛盾 现在网上到处都是很矛盾的话 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 说年轻人如何佛系的奋斗 我想你都要奋斗了 还要佛系 这也太矛盾了 怎么奋斗啊 南无阿弥陀佛 我觉得自律给你自由这句话 他真正想表达的是 好身材能吸引异性 健身有助于求偶 所以想到这里 我就去健身房了 我是为了去 去积累素材 我早就知道 健身房是当代著名的消费陷阱 果然一进去 就有一个教练要给我卖课 他说你的体态有问题 我说对 我圆肩驼背 骨盆前倾 还有膝超身的问题 整个人看起来没有自信 再不健身就完了 教练说 你也学过POA呀 后来又来了一个教练 让我真的对健身 产生了一些兴趣 因为他教得很专业 也不着急卖课 最重要的是 他还是一个帅哥 对 我也有眼睛 他会教我做一些器械 有的器械就特别磨手 我做完一组就会搓搓手 教练说你刚开始练 手上还没有剪子 我手上剪子就很厚 你摸 当时我就想 我的天呀 帅哥让我摸他的手了 开玩笑 我想的是 你胸肌上有剪子吗 然后我就摸了嘛 就买了一万块钱的课 有的时候你明知 那是消费陷阱 但当陷阱里 站着一个帅哥的时候 你只会感到喜悦 你只会想太好了 天上掉陷阱了 帅哥还每天监督我 早睡早起 让我跟他汇报 今天吃了啥 我感觉自己雇了一个妈 但我已经有一个免费的妈了 健身实在是太辛苦了 每顿饭都要计算热量 一定要特别标准化地 饲养自己 力求把自己的肉质 养得特别柴 而且经过我仔细观察呢 我觉得健身房啊 可能是一个物理老师发明的 我就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 见过这么多定滑轮 大家都练得汗流浃背 把一个哑铃举起放下几十次 然后放回原处 连西西伏斯看了都会说 这做的是无用功吧 最怕的是你刚努力了两个月 好不容易有点成效 结果遇到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见你第一句话就是 你是不是胖了 所以现在我就放弃了 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再帅的教练都无法激励我了 我一想去见他还要借糖 借油 借碳水 我就觉得算了 我还是借色吧 自打扮了健身卡 身体没有变健康 灵魂得到了升华 我现在饮食特别油腻 内心十分纯净 我也理解了自律给你自由的真正含义 就是只要我自律地不去想胸鸡 我就可以自由地吃炸鸡 谢谢大家 我送鸟鸟 哈喽 大家好 我是Rock 我刚才我在上面给我热的 我上一期跟节目组说 我说实在不想穿马甲了 给我换一件 是吧 给我找来一件老年毛衣 然后在上面就一直出汗 但是听完忽兰的表演 我现在这个心是挖凉挖凉 这节目真的太残酷了 太狠了 逼成什么样了 国载都逼成什么样了 刚才听他讲中年危机 我真的是挺有共鸣的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真的在场 有谁比我跟中年危机吗 破碎的家庭 今天就不聊了 好不好 这个话题就留给承诺 我们就先聊一聊身体 我这个身体真的是 一天不如一天 前段时间我脖子受伤了 你知道吗 就根本动不了 然后我就发现脖子 关乎一个人的智商 真的 你想一个人如果脖子很灵活的话 你会觉得他很聪明 嗯 你感觉他有一条妙技 是不是 但你知道一个人 如果脖子不能动了 看起来就会特别傻 那两天我动不了 别人一喊我Rock 我就 啊 谁 谁看我 在哪儿 然后我就去看医生 我跟他说自己状况 我说脖子动不了 肩膀很僵 那医生很认真地看着我问 你那个感觉 是不是就像你的肩膀上 做了一个人 给我吓的呀 我说 啊 有吗 我说怎么老有人喊我啊 谁 在哪儿 太惨了 今天 今天我觉得大家 其实都挺难的 知道吗 首先我觉得疫情 改变了很多东西 然后前段时间 我去参加一个活动 见到主办方 很自然就想握手嘛 手伸到一半的时候 我想 要不算了 啊 就不接触了吧 又不熟 想到这儿 我就把手收了回去 所以整个过程看起来 就像是我在玩它 就你好 哎 所以那个活动 也不是很顺利 然后大家都知道 我在北京有个健身房嘛 上半年就因为疫情 基本没有开门 你知道吗 一个月好几万的租金 就跟烧钱一样 我就感觉我开了一个火葬场 在那儿烧啊 每个月都烧走好几个会员 哎呀 我说你们走得怎么这么快呀 太难了 真的 很多教练也没有地方上班 知道吗 被逼无奈 开始做直播 带网课 带着老铁撸铁 教练这边 耶 再来一组 老铁那边是吧 沙发上躺着 抽着烟 哎 累不死你 没法弄 我一直觉得有一个谣言 你知道吗 叫做健身上瘾 你们听过吗 我就不明白 健身要这么上瘾 开健身王为什么会赔钱呢 我不应该在家数钱吗 会员在外面挠门 说哎呀 求你了 让我再练一会儿吧 没这事 说实话 我这健身房 我今年觉得 估计是要黄 到时候我也就只能开始直播带货 是吧 甩卖杠铃 本店应经营不善 杠铃一律两元 只要你拿得走 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有点没办法 我只能好好说脱口修 但是你到这个比赛 我真的是越比越害怕 尤其我看到周期末这种人 就这个人也太能复活了吧 就是他两次挑战忽兰 两次被淘汰 两次又复活 然后他第二次被淘汰的时候 我都哭了 我都动感情了 因为我真的认识他很多年 我说他终于来节目了 我当然说周期末真的要被淘汰了 然后我眼泪没干 这个人就复活了 我说这不是玩弄我的感情吗 当然我不是针对周期末 我觉得他仍然是我深爱的男人 我只是有点心疼忽兰 这一记下来 我真的觉得忽兰太难了 他竟接受挑战了 我就觉得他都懵了 他心里肯定说 这人干什么 怎么一记都追着我打 就死了就复活 死了就复活 太可怕了 我觉得忽兰晚上要能睡着 梦里肯定都是周期末 周期末你别过来 是男人就别过来 你说大家都是脱口秀老炮 为啥他就有三条命 他就这么持久 就一直复活 真的 我刚才坐在上面我就想 哎呦 我太惨了 你说周期末把忽兰逼成这样 非要选我 现在一肚子气全撒我身上了 我招谁惹谁了 你说忽兰你也是 你为啥不能接着挑他呀 你俩继续呀 你三顾茅庐呀 你说把我留给成路都好 我们俩离婚男孩是吧 我们 谁要给你离婚男孩 谁要我们内部切磋切磋 但我也知道 节目就是越激烈才越好看嘛 2020大家其实真的都很难 大家都很平 所以呢我觉得我还能继续站在这个舞台上 逗大家开心 我真的觉得自己呢 非常的幸运 谢谢大家 我说 长江后浪推前浪 长江死在沙滩上 这个这里有点过分感 我绝对没有说你 先坐 我说大哥 那不行我给你唱个歌吧 不听 我说你跳个舞 跳个旅舞 跳个六分钟的六啊 许诚导演 找我演电影 我是不是不敢去吐槽人家 是吧 王金导演没找我演电影 你说我 是不是敢谢谢你 要说到喜剧人的最高舞台 那无疑就是春晚 而这些登上过春晚的喜剧人们 个人的综合实力 也是毋庸置疑的 就好比接下来的这几位春晚小品演员们 就在自己不熟悉的脱口秀舞台上 大放光彩 大家好 我是蔡明 《孤潮大会》这个节目 我特别喜欢看 我觉得这些晚辈特别厉害 让我们这些前辈压力很大 不过今天还好 那些厉害的都没来 不然场面就会很难看 长江后浪推前浪 长江死在沙滩上 这个有点过分的 我绝对不是说你 我绝对没有说你 请坐 我们来说说潘长江 他为什么可以上这种劲啊 好奇妙 好奇妙 私下里我叫他潘哥 潘哥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人家 人家紧跟时代潮流 第一批搞短视频 两千多万粉丝 人家这是先天优势 这身高只要拍出来 就是短视频 别人都得数品拍 只有他和平欲够了 他不仅拍短视频 还玩手游 有一回春晚 我们剧组一起玩一个射击的游戏 第二年春晚呢 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潘哥就问了 你们哥哪个区呢 我说我们都不玩了 你也别玩了 他说那可不行 我充钱了 我充劳度钱了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十年过去了 每次见到他 他都在那玩 刚才在后台 他还在那 他还在那大墙呢 我真的很想问他 这游戏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玩 这一个人养活了一家公司 就你这个玩法 都玩成法人了吧 没有 颜鹤翔 没听说过 但是相声演员呢 我倒是认识很多 他们天天在那吹牛 天天说爆菜棉啊 爆菜棉 见了面 没有一个敢爆菜棉 相声们呢 他们辈份非常严格 郭德纲呢 管我叫姑姑 所以什么郭麒麟啊 孟和唐呀 袁云鹏啊 见了我都叫奶奶 所以今天我想问问 这孙子是谁呀 我真的不是赚他便宜 咱们问问他 你该叫我什么 奶奶奶奶奶奶 平身 像爆菜棉这种梗吧 还是适合王建国 王建国你好 我不是李雪芹 我是李雪芹的婆婆 你可心真大呀 还在这儿吐槽大会 巴巴巴巴的 李雪芹都跟我儿子跑了 我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啊 其实啊 我最开始找的是建国来演我的儿子 建国是不是 他不来啊 他说怕演不好 你怕啥呀 你肯定演不好啊 但是你是跟我演呀 什么样的歪瓜裂枣我带不动啊 你这个说的话 我这个 你看看对面 你攀叔都站起来了 完全是不打字招 就是啊 他要是不是跟我演 他怎么能变成 小陀螺小萝卜 小螺丝小鸵鸟 小菠萝小拖鞋 小骆驼小摩托 小摩托 人们想 见过吗 菜名爆菜名 其实啊 我跟潘哥 我们除了工作 私下里也很少见面的 现在的CP不都这样吗 当然了 雪芹跟建国除外 他们俩现在连工作都不见面了 我呢 做了一辈子的演员 虽然辛苦 但也很值得 我在B站 现在有一个熏牛偶像 叫菜菜子奶奶口 有一次直播 飘过来一个弹幕 下面写 我的爷爷奶奶 看您的影视剧 我的爸爸妈妈 看春晚 我在B站看菜菜子 感谢您 陪伴了我们三代人 哎呀 我真的特别感动 我就赶紧说 那你的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 你们三代人可别忘了 一键三连哦 谢谢大家 我是一不小心 就陪伴了三代人的蔡明 大家好 我是宋小宝 今天来这里 心情很美好 非常开心来到 美丽的青岛 我觉得呀 今天的服务专场 找我来就对了 为啥呢 我过这么多年呢 一直从事服务行业了 从96年开始 当过服务员 当过传菜员 后厨房切过堆 伺候过厨师 要不是因为我师父 我早当服务 不是 什么啊 要不是因为我师父啊 我早干上厨师掌了 你是服务员呢 但是说实话 宝哥那时候 熟食没什么技能 就以俩字啊 勤愧 天天帮老板的浴缸换水 换一次 四十多桶 天天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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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把老板的换鸡呀 小宝 你能不能长点心呢 你换的水都比我 那鱼都贵了 再说了 哪有这么换的 那鱼也需要休息呀 干点脏活累活的 无所谓 不怕吃苦 我就怕遇着难缠的 那些个顾客 我也是上菜 手上也是油油 我没这么端 我也没这么端 我是跟手 拖上来的 但那大哥眼睛真细呀 我这么放的时候 大哥就这么瞄着 哎 有印 咋办呢 鸡了 跟我邀五和六 去 把老板找来 这桌必须免贷 我来的一桌朋友 敬一圈酒 没招呼 喝吧 这一圈下来 我醉了 我晃荡上大胳膊了 我哗哗 跟大哥说两句话 我说大哥 欺负服务员 你可真行呢 来的一桌 抖你朋友吧 也就你能干出这种事来 那在我们服务行业 要不出现你这种人的话 阿玛干起这个活啊 那都老一贼了 大哥问我一句 跟我一小品鸟 我咋天 上来就过来个 好呀 我跟 安定一个摩擦 后来给我摩擦转行了嘛 然后啊 说两眼话 我现在看到所有人 再有人欺负服务员 我就看不过去 头两天 我跟朋友一起吃饭 服务员到最后的时候 忙我到最后了 把菜汤 上好哥们裤子的时候 我哥们刚要站起来 我说哎 坐 烫着你 老 进程库子不容易买一雕 买十雕 能要吗 我也不能买呀 对不对 这也没欺负人 钱也省了 油又没啥到我身上 其他欢喜 多好啊 后来不就改行 参严人转了吗 我发现喜剧这个行业 也是个服务行业 但是剧场里的观众 更难伺候 那时候我就清楚记得 有个大哥来剧场看戏 穿一个黄色的雕 坐中间 刚入侵他就穿 我也不知道向我炫耀什么 我上台的时候 我摆了三排啤酒 每一个啤酒 上面插了一个百元大钞 让我喝 宝哥不能喝呀 我也不会喝酒 不喝不给面子 我大哥你干啥呢 钱是不能掉 我告诉你 我说我不能喝就不能喝 所以 我能够拿钱吗 大哥说不好使 说啥都不好使 不给我面子 就是不好使 我没办法了 我说大哥 那不行 我给你唱个歌吧 不听 我说你跳个舞 跳个六 跳个六 跳了六分钟的六 我说大哥 祝你六六大顺 大哥还是不依不饶 不行 我大哥非喝不可吗 我要非喝的话 我先问一下子 我要喝多了 骂人的话 你能不接吗 我不想再转行了 人呐 没办法 有的时候从事服务行业 多多少少都要经历受一些这个委屈 很正常 但我很幸福 我也很开心 到现在为止 我从来没后悔过 因为我知道会给别人带来快乐 我也快乐 有一次 在机场震宴出呢 一个父母带着孤女儿 找到我了 我可找到你了 我吓懵了 我咋的了 你别害怕 后来我一了解 孩子抑郁症了 由于经常看我的作品好了 那个女孩本个鲜花跟我说 小班老师 你就是我生命里的一道光 我想这就是我的服务理念 把别人照灯亮 把自己塞去黑 都说什么生活的意义啊 工作的意义啊 这不也是一种意义吗 服务人精神世界也是一种服务 对吧 能够让你们在最不开心的时候 能够笑出来 你开心 我也开心 喜剧演员嘛 图的就是一个皆大欢喜 多好 我是宋小八 大家好 我是嘉宾 哎呦我太气了 这实话来到这我真的真的特别的紧张 因为很多都是我的前辈 这也不好说人家 你看徐正导演 找我演电影 我是不是不该去吐槽人家 对吧 王静导演没找我演电影 你说我 是不是该谢谢你 命好 李更西 年纪比我小 但是出道呢 比我早 所以说呢 按道理 我真应该去 称您一声 前辈 前辈 晚辈来晚了 晚辈 属时也没准备什么东西 要么我给你点一根 我这身上没带着 回头我在台下 回头我给你整几条 抽归抽 烟头 别乱扔 说什么呢 这个抽烟呢 确实对身体真的是不好 尤其是这个乱扔烟头啊 其实不是特别的文明 现在小孩也不知道咋的了 你说就这么大年龄开始抽烟 像我 我像这么大时候 我抽的比他还多 真的 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 因为我一抽烟呢 我妈就抽我 我抽一根烟用五分钟 我妈抽我的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妈还劝我 说小兵啊 别抽烟了 对你身体不好 你看你抽的 鼻青年重的 照应饮啊 社会我硬哥啊 社会我硬哥啊 硬哥 东北尔 说一嘴普通话 哦 东北尔 我硬哥 好死 像这种国际级的 这个我们钢琴艺术家 真的 他这个手啊 双手是特别的金贵 我们从这个朗朗的身上 就可以看到 朗朗就把他那个双手 高价地保了那个宝额 就像什么 意外贤 高价意外贤 我硬哥 好死 跟风人也保 高价保额 保了他那双手 但是我就纳闷了 你这边上了保险 那边总做饭 你是想骗宝啊 还讹着做菜 对不起 我要去巴塞罗那 剁点辣椒 啪啪啪啪啪啪 哎呀 我的妈呀 手割破了 这以后 这以后 我以后 我以后是不是就发财了 对了 我硬哥还说呢 硬哥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有个习惯 就晚上睡觉之前 喝一杯那个单衣掉牙的 不是 单衣大牙 不是 单衣 单衣卖牙 单衣卖牙的basic 但是我觉得这种行为 这种行为 就是挺能装的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嘛 是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爱好 你像他爱喝单衣卖牙 我就爱喝 勇闯天阳 无非就是带气 不带气 打嗝不打嗝的区别 喝多了还是俩字 迷糊就完了 刚才还说呢 还说 我硬哥还说 哎呀 跟那个意大利的banana切除 我那 我那还用切吗 扒了皮就完了呗 太能装了是吧 又什么什么 斯坦威当亲家 又蓝带厨师的 我就想问一下 你回东北老家 你不怕爱笑啊 你还整这么多头衔 我劝你啊 你先给自己整个头盔吧 王静导演 其实我真的特别希望 跟王静导演 来个合作啊 真的 但是王静导演 说实话 我也想跟你说一句话 我虽然是电影界的新人啊 不敢太造识 但是我还是稍微 要跟你说两句话啊 就是你在选电影 女主角的时候 你能不能跟徐正导演 学一学 你看徐正导演 选的女主角 源泉 赵薇 这都好演员 你看你选的个女主角 我就想问一下 你是拍电影吗 你是拍拖吧 徐正导演 我老大 我大哥 真的 这个从为人上 艺术上 我都特别的尊重和敬仰 他就是我的指路明灯 他就在前面走 我就感觉 我后边这块特别亮堂 老大 我刚才 我就摸脑的时候 你不什么玩意 扎我手一下 我一看 是头发 你可以来摸我的头 对不起老大 我磋伤你了 我和徐导拍戏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气氛特别的愉悦 特别的愉悦 而经常我们俩 拍了戏以后 下来以后 会小酌几杯 但是徐正导演 为什么能成功 他电影为什么能大卖 而且艺术质量这么高 因为他喝酒的时候 也同样在讲着 电影的艺术 那天就跟我说 说 没喝多啊 没喝多 他眼神有点迷女 这边啊 没问题 电影 这东西 真的好 有演员你知道吧 有演员你知道吧 金凯瑞你知道吧 金凯瑞你知道吧 演员好 我金凯瑞 金凯瑞演太棒 金凯瑞还想说 金凯瑞的眼睛 其实我都不认识他 一直闹啊 闹一宿啊 我都闹一宿 夸一宿金凯瑞 到最后 徐正导演也没有发现 我不认识金凯瑞 随时我就心想 我说你还说 金凯瑞演得好 好像是我演得更好吧 比起喝酒 千万不要被徐正导演 所迷惑 我那个小朋友圈 都送我一个外号 东北酒王 但是我喝不过糖 真的 喝不 我们在俄罗斯拍戏 头一天晚上 就刚才 我应该说 怼了六瓶 爱个走 阿里阿 光光怼 怼之前我说 老大你别 别长这样 明天早上拍戏 我要对得起艺术 你要对得起电影 你要喝多杂着 学长导演说 没事 冰冰啊 你不是演个列车员吗 是 明天拍车里的戏 明天我给你 安排两场晕车戏 结果到第二天 真的真的 我演得特别好 不但晕 我还吐了 然后徐正导演 啥事没有 还夸我呢 他说 这个演员 这个演的确实 挺有味道的 最后我还是 想感谢徐导 感谢徐导 给我这次机会 能够参加 九妈这部电影 希望大家能够在 大年初一走进电影院 一起来看我们 徐正导演的这部新片 非常精彩 也要特别地关注一下 那个列车员 那个演员 真是一个非常有味道的演员 谢谢大家 我是甲冰 所有的朋友听到我谈恋爱 说 你真有女朋友了 真的 真的有这么纯粹的爱情吗 如果说相亲是爱情的盲盒 那我就是里边的隐藏款 就谁抽到我 都想赶紧把我隐藏起来 以前的理想型 就是万天少女的理想型 那个都是刘德华 林志颖 现在 徐志胜 你就感觉万天少女 他想着想着 他想不开了 最近啊 这阵暴改的风 还是吹到了脱口秀的舞台上 徐志胜直接暴改为 理想型男友 从最开始 别人同情他的女朋友 到现在别人羡慕他的女朋友 这一切的转变 简直不要来得太快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帅 确实啊 确实 节目播出之后 很多人讨论我的时候 都用到了一个词 叫长相优势 但是我还以为大家 虽然认可我这个长相优势 但还是很微妙的 对我这个长相 因为有一个微博网友 还给我发私信 说志胜啊 我特别羡慕你的天赋 却害怕长成你的模样 我发现这个长相优势 也太容易失去了 前一段时间 节目播出之后 我去拍了一组艺术照 我就发现 我这个妻子 确实给人家的工作 造成了很多困难 我直到等着化妆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化妆师 就站在我身后 观想镜子里的我 他过了好一会儿 我才听到从后边 传来了一声 很轻很轻地说 没事 挺轻 我当时都不知道 这个没事 是在安慰我 还是在鼓励他 而且这个拍艺术照 他总是希望 我能摆一些 很帅气的知识 但是我发现 我对耍帅气 这件事情的记忆 还停留在青春期 所以他跟我说 说徐老师 摆一个帅气的姿势 我能想到的就是 我说 嗯 听到直接把摄影师弄懵了 摄影师说 徐老师 你这个姿势 有点old school 08年奥运会之后 我就没这么健身摆过了 那他为了让我更好 他找到感觉了 他就去网上 找了一张 陈伟婷的照片 他就说 他跟我说 说自身啊 你就照这个了 但是我发现 当我摆出来 这个姿势之后 大概就是 我说 摄影师在那边拍边说 哎呀 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哪里不对 总感觉 我说 你不知道哪里不对吗 这谁不对呀 而且啊 他为了让我找到自信 他就开始 在疯狂地鼓励我 在鼓励里边 加入一点 他对我的一种小要求 他就在那 说哎呀 徐老师 特别好 特别好 把眼睛再睁大一点 说哎呀 摔死了 摔死了 再睁大一点 最后他发现 真的确实 我真的很尽力 但效果确实 也不尽如人意 他最后没办法说 徐老师呀 咱们这组照片 试一试 把眼睛 闭起来的效果 等着照片拍完之后了 等照片拍完之后 我就发现 他就想 让我们几个演员 发照片宣传一下嘛 但是拿到照片之后 我就发现 我的照片 和其他一个演员 还是有区别的 就是我的照片 是唯一 没有这个照相馆水印的 特别开心的一点 就是这个 长相优势 今年开始在 我的感情领域里 开始发挥作用了 今年确实谈恋爱了 谈恋爱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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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真的我也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 会让我的朋友这么震惊 就所有的朋友 听到我谈恋爱 说 志胜 你真有女朋友了 真的 真的有这么 纯粹的爱情吗 还有同学 更过分 跟我说说 志胜 为什么你的感情 才刚刚开始 我就觉得 有点感人了 但是我发现 在一片震惊声中 只有广志 表现出了一副 受到鼓舞的样子 过来跟我说 说志胜 我觉得我也行 我和我女朋友认识 是朋友介绍的 但是我朋友介绍的时候 确实还是有一点顾虑的 还特意给他说了一声 说 我这个朋友啊 长相有些普通 你准备一下 但是我俩在一起之后 我还真的问过他 我真的问过他 我说你当时 到底相中我什么了 他说 其实 我那天心情特别不好 但看到你之后 一马开心了起来 真的 但是我问这个问题啊 不是因为我不自信 是因为我妈不自信 我妈知道我谈恋爱的 第一反应过 说你可给人家说 咱家可没钱 而且现在节目播出 我女朋友还担心 说志胜 咱俩现在谈恋爱 会不会影响你的粉丝呀 我说你认为 我的粉丝喜欢我是 想和我谈恋爱吗 他们是整个娱乐圈 最纯粹的本事 他们和你一样 也只是喜欢快乐罢了 我马上到里面 大家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志胜 我是志胜 准备好接受暴力丑学的幽默了吗 哎呀 以前呀 大家都说我靠长相 能够自己写段子 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我现在发现 谁都来想来尝一口 这怎么老天爷赏我的 还是个大锅饭吗 哎呀 接下来就聊一聊 谈恋爱的事情吧 我和我女朋友认识 是朋友介绍相亲认识的 说实话 我的相亲经验 还挺丰富的 倒不是我去想了很多资金 而是我的朋友 相亲都喜欢带着我 他们还给我解释 他们说就希望女生 看到自生之后 就产生一个想法 就是除了她 谁都行 但有时候也很冒险 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 去相亲 他俩可能之前没有见过 那个女孩 见到我俩之后 迟疑了好久 问了句说 是谁 然后朋友赶紧在那 举手说 是我是我 那个女孩 才长舒了一口气 真的 我也很难想象 我能通过相亲找到女朋友 因为如果说相亲 是爱情的盲盒 那我就是里边的隐藏款 就谁抽到我都想赶紧把我隐藏起来 就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 之后我就发现就没有人夸我们般配 全是说我女朋友善良 就他们看到我女朋友就说 这一定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但是看到和我在一起就感觉 他又和低级趣味藕断丝连 真的 我女朋友有时候跟我在一块都恍惚 你知道吗 他跟我说 有一次跟我说 你知道吗 其实我是一个天秤座 找男朋友是最看颜值的 但我却找了你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我说这就说明星座确实不准 他说不是 这说明你可能是帅的 我当时我说 这真的是爱情令人盲目呀 他在那给我解释说 你可能不是那种普通的帅 你是长得有点草帅 我是第一次谈恋爱 所以他是我的初恋 但是我就发现 26岁谈恋爱 真的不是一个最好的年纪 就有很多事我就接受不了 比如说有一次 我的女朋友突然喊了我一声 喊了一声宝贝 哇 我当整个人都 我说这么谈恋爱 这么刺激吗 我当时就感觉 有一瞬间我感觉 我自己是个古董 我是个宝贝 然后就是你也很难 给他们表示一些浪漫 有一次他跟朋友 在一起吃饭 我就想着浪漫一下 我就给他买一束花 想着去送给他 但是我发现 当我捧着花 出现他面前的时候 他朋友直接问了我一句 说他男朋友 是真的来不了了吗 而且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条件还特别好 她是四国留学 然后要好几处房产 真的就成歌听到之后 我都感觉 说这事 你这个女朋友 是不是在报纸上找到的呀 旁边是不是还写着四个字 叫成腰坠絮 她特别奇怪 我女朋友条件这么好 但她跟我在一块 就特别没有安全感 你知道吗 我说我都疯了 我说女朋友 你再仔细看看我 真的就是应该是我 才应该没有安全感 我都怀疑你是在骗我 真的我跟你在一起 第二天 我就下载了一个 国家反诈中心APP 真的真的特别难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 我就发现这个 我靠自己的长相 既找到了自己 属于自己的脱口游视野 也找到了爱情 很多人就说 你这个长相 是一种五彩八斓的黑 但是她又忘了 我还是一个色马 所以说大家以后见到我 就只需要黑黑黑 笑就行了 谢谢大家 hello大家好 我是志胜 很开心来到咱们轻轻松松 喜剧节 但其实我真的不是很轻松 最近一直在忙着拍戏 也是没想到 踏出脱口游视野 踏进的竟然是影视圈 踏进影视圈 一台都发现 怎么肉食动物和 童木男也在呢 真的 当时我都懵了 我说肉食动物就算了 怎么童木男又来了 大家可能也听说了 这次确实演男一号了 真的 这个角色当时找我的时候呀 我也很诧异 我说我也不会演戏呀 导演说 这时候没事 这个角色特别贴合你 这个角色他不好看 我说然后呢 他说这还不够吗 而且当时只公布了男一号 是因为女主角实在是太难找了 导演都懵了 怎么一听和志胜他 都找到工作了 甚至还有女主角找关系 说我能不能不演 说只要不让我们演 我们可以代之不尽主 我心想这种情况不应该呀 因为我之前参加桃花雾的时候 不有好多人都说 我是理想型男友吗 真的就说我能提供情绪价值 最开始我看到 别人说我是理想型的时候 我也是很梦的 你要知道 以前的理想型 就是万千少女的理想型 那个都是刘德华林志颖 现在徐志胜 你就感觉万千少女 她想着想着 她想不开了 就是如果有人跟你说 她的理想型是刘德华 你会感觉她痴心妄想 如果有人跟你说 她的理想型是徐志胜 你感觉她受过伤 其他的理想型 帅气型的 冷裤型的 我这种秋裤型的 就是穿着出去丢人 不穿又冷 我一直觉得 只有一种人 会把我当成理想型男友 就是那种 想找个老师人嫁了的 我说怎么 现在娱乐圈 就我一个人 看着老师吗 最开心的 这个事最开心的 就是我女朋友 什么也没干 自己的男朋友 突然变成了理想型 还给我发信息 说没想到 你还是个养成系男友 这你也要理解 因为我女朋友 也没想到 大家对她的态度 会突然由同情 变成了羡慕 就以前大家 见我女朋友 问的都是说 你真的就这么喜欢 她的才华吗 现在大家 再见我女朋友 问的都是说 你是怎么 一下子就发现 她身上有这么多才华的 我女朋友她说 当时就看着她 就琢磨 说这个人 他总得有点傻吧 而且还有一件事 特别让我震惊 特别让我震惊 就是我点开 那些说我是 理想型男友的评论 我发现 很多都是男的 都是男的在那说 自身这是我的 理想型男友 当时我很震惊 我说我 应该不是这个赛道的 后来 后来我就想 我就想 只有可能 有一种解释 就是这个 可能就是 男人给女人 做的一个局 通过我 来实现 理想型男友的 通货膨胀 做空男友市场 最终实现 女性的 集体消费降级 真的 就是你想想 如果你把我 真的当成理想型 扭头 再看看自己的男朋友 是不是突然就 顺眼了很多 徐志胜 男人最好的一枚 而且我仔细去看了 一些关于女生的评论 也很含蓄 委婉 说的都是说 哇 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 也有自身这样的灵魂呀 好喜欢自身这样的内在呀 就大家发现了没有 就大家只想要我的灵魂 没人想要我的身体呀 我说 这个不会就是 大家说的 纯爱了吧 好吧 讲到这里 大家 就咱们东北那些 喝酒的那些 绕口令啊什么 感情深 一口闷 感情甜 就甜一甜 感情厚 喝不厚 感情铁喝涂血 用英语咋说呀 东北人民 根本不需要快乐 短视频跟直播 蓬勃发展 表面上已经很难看出 东北老工业鸡鸡的痕迹了 唯一老工业鸡鸡的痕迹 就是遍地的老铁 我们东北有句话叫 下雨天打孩子 闲着日闲着 说到脱口秀演员 相信在不少人的脑海中 都会出现忽兰这个名字 作为脱口秀的元老鸡人物 他可是带给过我们 无数的快乐和惊喜 我们今天不妨 一起走进忽兰的世界 去看看他眼中的东北老家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大家好 耳朵来 今天题目叫 笑是生活的解药 就是喜剧节目 总很喜欢搞这种题目嘛 就是夸大笑的作用嘛 就是笑可以治病 笑可以解忧愁 其实就是来骗你们 看这种节目的 你们想想看 为什么这个节目 我们放在每周日晚上的八点钟播出 就你再不笑来不及了 工作了 我真的来不及了 我真的比赛比到这个时候 真的已经淡尽良久了 三天之前 比赛三天前 我这稿子还一塌糊涂 傍晚的时候 给我爸发微信 说爸我真写不出来了 把我洗的老马洗澡 发给他了 我爸都没说安慰我一下 他回来我 他说我在外面应酬 等我回去 我给你写一篇 我都没当回事 晚上十一点多钟 发了我一个 两千多字的稿子 发过来 我特别感动 我说我在节目里面 这么吐槽我爸妈 我还给我写稿子 我说难道 这就是亲情的力量吗 结果一看那个稿子 是我爸吐槽我爷爷的 这都不是亲情的力量 这是喜剧的力量 我给你们讲一小道 我爸写的 我不敢全讲 是因为我爸还想拿 剩下的部分 参加明年的特务小大会 人家听我说 他小的时候条件差 在农村 家里非常艰苦 偶尔能吃一顿鸡蛋酱 我奶奶特别节约 做鸡蛋酱不舍得放鸡蛋 吃饭的时候 我端上来之后 我爷爷就翻了翻 那个鸡蛋酱 就嘲讽他 说你这鸡蛋酱 做麻烦了 我奶奶说怎么说呢 他说你就应该 往咱家那个大酱缸里面 打一个鸡蛋 这就是我爸的段子 反正也不打地 好的话剩下 我就都用了嘛 对吧 我又不傻 但问题就是 我爸给了我这个素材 段子不关键 主要是我给了我这个素材 旁边偷偶修员 看着我了这个素材 都特别嫉妒 对吧 他觉得我偷偶修 比到最后居然还要拼爹 我真的是 而且我爸这个段子 其实越看越好 就我甚至看到了讽刺 我就觉得我爸 就是拿了那个稿子之后 就觉得 哎 你这稿子写的 怎么跟你奶奶 做的鸡蛋酱似的呢 说个脱口秀 怎么不舍得放梗啊 你这脱口秀都写麻烦了 你就找本字典 往里扔一个梗 天天能说脱口秀的 但说实话 这事我真的很感动 就是祖辈父辈 生活这么不容易 我爷爷鸡蛋都搞不到 还不忘记搞笑 这是多大的乐观 对吧 真的 我再给你们讲 我另外一个小事情 我小的时候在东北 我爸有一次来了一个英国的客户 然后随便吃了两顿饭之后 然后英国人就飘了 觉得说哎呀 就中国的酒也不好喝 中国人也不能喝 我这两天都没喝多 我爸觉得这么合理的诉求 应该得到满足 就去跟他喝 就去跟他喝 零行钱 还问我说 就咱们东北那些 喝酒的那些 叫口令 什么 感情深 一口闷 感情浅 就舔一舔 感情厚 喝不够 感情铁 喝涂血 用英语咋说呀 我哪回 我说就是那个 Don't worry Be happy 然后直接去了 真的那天就喝到胃了 直接把老外喝进了ICU 都不是我爸的问题 是因为我爸去了之后 老外光光喝 我爸只是陪着 我爸还劝的是 你多吃点菜 我爸也不会说 我爸只跟他说 Don't worry Be happy 那老外真的是越喝越happy吗 真的是 最后我觉得送到了医院之后 我觉得医生看见 这么一个昏过去的英国人 都嘀咕 你知道这么大个英国人 用现代话 几个菜 喝成这样 醒了之后 不好意思 我跟我爸第一时间 去医院看他 见到我爸第一句话 就是Oh my God 我还跟我爸反应 一会儿他说 我的神啊 我爸说 哎呀啥什么神 他叫哥就行 说实话 把那两天看似云难风轻 其实挺紧张啊 他偷偷买了一本国际法 看看会 会不会产生一些国际纠纷 说实话 他担心不多余嘛 人家来谈生意的 结果差点 永远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你们轻则不合作 重则起诉 你都不为过嘛 结果英国人特别通情 大家就说没事 都是我自己要喝的 我成年人 我为自己成年人负责 然后我们真不好意思 跟人道歉 真不好意思 我们最后为了确保 他接受了我们的道歉 还拉着他喝了一顿道歉酒 喝的那叫一个开心 他问我啥叫懂生活跟快乐啊 我说就是 Don't worry be happy啊 我今天这段 差不多到这就结束了 很多人觉得说 怎么没有说什么道理 这期没有道理 就是两个快乐的小故事 既然听这么多道理 都过不好这一生 还不如笑着就来过这一生 对吧 谢谢大家 我真的 我今天一天坐在那儿 都没站起来PK过 我想轮到我就轮到我了 但是呢 我挺喜欢我自己的 就是有PK来了 我也不怕 就没事不惹事 但是有事不怕事 真的 我现在特别想给你们 展现我的裤子 先给你们展现我的裤子 这是节目做过准备的裤子 他们说显年轻 因为这是后浪 我跟你讲 我去年做的事 除了一些 我去年还在巡演 有朋友知道我在巡演 对吧 对 我去年年也开始巡演 第一站选了我的老家 东北 就想给着东北人民带去一些快乐 去了之后 他发现东北人民 根本不需要快乐 短视频跟直播蓬勃发展 表面上已经很难看出 东北老工业积极的痕迹了 唯一老工业积极的痕迹 就是遍地的老铁 我们要拍一些东北的民俗 我们去拍搓枣 搓枣好 我去拍搓枣 后来才知道 是要搓我 我还去看那搓别人呢 我说那可以 我说这样导演 你就给我穿一个游泳裤 那个打底裤 我说全裸啊 记录片真实 我说咱们记录片的主旨是 真实记录 不是记录真实 我说你心理负担这么重 是不是怕被认出来 我说一个人在澡堂里面 不穿衣服这么走 还有很多机器拍的 再不认识 是不是也想多看两眼啊 而且在那个场合下 一个人 但凡显示出对你一丁点的认识 你就只能期待他认错了 我们都商量好了吗 我们商量好了之后去澡堂 东北澡堂其实挺好找的 就是你开车在城里逛 长得最像教堂的 那个就是澡堂 真的 这都是什么 什么哥特式澡堂 我们上午去的 水池子里面有大爷在那边泡了 大爷一看年轻的时候 就是个狠角色 就眼睛里面写满了故事 身上也写满了故事 跟我们讲了一些 那年轻的时候事 纪录片一个都播不了 我说导演 马斯克还是用来挡大爷的脸吧 我不重要 他说在这个水池子里面 大爷的脸要挡 身子也要挡 拍出来观众还以为我们拍的 是泥丝污水怪呢 然后去搓打 搓打现在也很有意思 现在搓打跟你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以前就是干搓嘛 现在你一躺 小哥说咱家有盐搓 奶搓红酒搓 我说你就给我使劲搓 别整这些虚头疤了 我说你这跨度还挺大 你这整的都是我们的核心科技 我说能整的来吗 他说差不多 都是一面弄完了 他再翻过来弄另外一面 他看吧 他看见有摄像机在拍我 他说这还拍着你 他说你是明星吗 我说算是吧 他说你上过节目 我说上过 而且看的人还不少 好几亿人呢 我说平时酷哥跟你聊天吗 他说聊 我说他们都跟你说啥 他们说就是聊一聊 过去的辉煌啊啥的 我说你闭嘴 摄像机拍我的 你还跟我幽默上了 我们真的是觉得还挺幽默的 就想多拍一会儿 包括什么搓别人 对我拍了半天 发现他只敢跟我幽默 因为我就来一次不来了 其他人是他真的顾客 本来想拍点幽默 结果拍到都是黑色幽默 大部分人的生活 跟我们想的都一样 就是重复单调 偶尔还有精彩 大部分人也是一样的 虚荣怕事儿 还时不时的会机智幽默 但我环顾四周对吧 我还发现还是我最幽默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忽蓝 还在提喘呢 这个事不喘了 已经治好了 是吧 刚才我觉得后台听 大家讲什么父母 就越听越觉得 这些爸妈简直啥父母 对吧 我觉得我妈就挺好的 小时候还跟我说 儿子啊 要是有人打你了 回来跟妈说 我说妈 除了你没人打我了 其他父母打孩子呢 还是有理由的 我们东北有句话叫 下雨天打孩子 闲着是闲着 你下雨天打伞啊 你打什么孩子呢 一到下雨天的时候 我就给我爸端茶倒水的 生怕他闲下来 后来总因为这句话 爱揍嘛 就去查这句话来历 这句话是什么 湖南四川那边 那边管鞋子叫孩子 下雨天打鞋子 闲着是闲着 下雨天出不了门 把鞋子好好打一打 晴天不就出门了吗 这是讲逻辑的一句话 传到我们飙悍的东北 一听还能打孩子 太讲道理了 小时候还一样 估计你们也是 我妈出门回来之后 回来摸摸那个电视 热不热啊 但我妈对我特别的不信任 但我也没有辜负 我妈对我的不信任 特别的不自觉 一摸就是热的嘛 后来我就知道 要给这个电视降降文 那我给电视降文的方法 就是我发烧的时候 我妈给我降文的方法 就跟着学嘛 给电视放湿毛巾 拿电风扇吹 还有一次 对着电扇在那擦酒精 但后来我妈没办法 我跟我妈 我妈没办法出门 她又把洋红气啊 藏在家里的某个地方 但基本上她出门半小时之内 我就能把那个洋红气找到 我俩基本处于一个 谁都防不住谁的状态 后来我妈没有办法 她就把洋红气放包里 天天背着洋红气去上班 我也不是擅长 我去家电中心 配了一个洋红气 天天背着洋红气去上学 而且小的时候 我们都是一样 你们也一样对吧 父母经常会 你拿其他家小孩比吗 说看看谁家小孩 怎么样子 我小的时候 我已经足够的优秀 做到我妈 募集范围之内 最优秀的小孩 我妈常常苦于 不能拿我跟其他家小孩比 直到后来我妈 看到一本书 叫《哈佛女孩刘依廷》 后来我才知道 这本书给无数的中国小孩 带来终身伤害 就没人 有人没人看过 给你们讲讲 那里面的情节 就是那个哈佛女孩的父母 为了训练这个姑娘的注意力 让她双手去抓兵 里面详细记录了 整个20分钟抓兵的过程 什么啊 几分钟 什么好冷 几分钟什么嘴唇发紫 几分钟 注意力终于训练成了 我妈看到这儿说 这挺好 你也来试一试 她千算万算 忘记我是个东北小孩 我最擅长的就是抓兵 给我一个兵 我随便一抓 就抓半个小时 抓到后面兵都化了 训练什么注意力 兵化了都没注意到 而且长大之后 我回家 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 跟我妈聊逻辑了 她经常跟我说一个什么事情 我说妈好像不是这样子吧 她说你是不是顶嘴 我说你说一句 我说一句 这何顶之友啊 何顶之友 她说你是不是翅膀硬了 没法聊对吧 我跟她说事情 她跟我说顶嘴 我跟她讲逻辑 她跟我聊翅膀 别人都关心我飞得高不高 只有她关心我翅膀硬不硬 而且长到现在 咱们这个年龄 就对父母已经没有什么要求了 对吧 就是儿女不求 父母为家 做到她贡献的 只要不买理财产品 上到受骗 什么都好 我都是特别害怕 那些买理财产品的 因为他们对我妈 比我对我妈孝顺多了 虚伤温暖也不顶嘴 然后我妈说 你跟人家血血 我说我也不错 对吧 我对我那些客户 也可孝顺了的 现在这社会不就这样子吗 每个人都在孝顺其他人的父母 你看嘛 父亲节的时候 我本来就可以悄悄地 给我爸发条微信 说什么爸爸节日快乐 我为什么要大张旗鼓 他发一个朋友圈呢 就是因为我还有很多 社会上的爸爸嘛 说过来 我真的特别害怕 我妈买什么理财产品 前来这样我回家 我妈让她帮我 帮她看一个理财产品 我算了算 年化率110% 我说 就是骗人的吗 我妈说 怎么会这 我这么跟你说 巴菲特忙活一年 就能赚20% 我说你何德何德能 能赚110% 我说巴菲特赚20% 是因为买不到 这么好的理财产品 我说妈你不光是金融鬼才 你是逻辑鬼才 东北金融女魔头 还有人花钱跟巴菲特吃饭 我觉得巴菲特应该花钱 跟我妈吃饭 现在我想明白了 就回家不聊这些 不开心的事情 就陪她做到她喜欢的事情 就好 就回她陪她 陪她看看什么电视剧啊 什么之类 真的 她看电视剧有特别的意思 她是这个风格的 她看了三四集之后 就忍不住看大结局 看第四十集 那能看得明白吗 她就倒着看 39 38 37 越看越迷惑 看得跟解谜一样 死了的人看上去全活怪了 好 谢谢 我是忽兰 谢谢